还记得小时候有段时间 村子里面每天都会丢小孩 但奇怪的是 所有丢失的孩子 第二天都会在厕所里面被发现 村民们知道这件事都特别惊慌 为了抓住人发子 村长公司开会宣布 可是要是能抓住人发子 我就把大美女主拉许配给拉 拉球王子昆昆知道这个消息后 特别高兴 拉上小明就要去后山寻找人发子 可是不管昆昆和小明怎么寻找 别说人发子 连个屁都没看到 等到他们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两点半了 这时天然突然下起了大雨 连着小明和昆昆寻不难行 但幸运的是 他们前面有一家旅店 小明看到后连忙上去敲门 结果发现开门的是一个善良的老婆婆 老婆婆不禁免费收留了他们 她给他们每人送了一碗美味的鸡汤 昆昆拿起汤 二上不说直接喝了进去 她发现汤不咸不但好喝到飞起 但只有小明拿着汤迟迟不敢喝 因为她在进门的时候 发现老太太的手脚并不灵活 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做出两碗汤 而且小明还发现 房间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笼子 根本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于是小明偷偷地把汤倒进 把空码还给了老婆婆 当天晚上昆昆睡得很死 但只有小明发来不去睡不着觉 这时门外突然出现了敲门声 一时间小明吓得不敢说话 于是他先把昆昆藏进了衣柜里 然后自己也躲了起来 而这时老婆婆也走了进来 当他发现昆昆和小明不见了后 老婆婆非常惊慌 连忙就要出门查找 而这时躲在后面的小明突然跑了过来 一拳打晕了老奶奶 之后小明只干了一件事 就要村庄再也没有的人贩子 你知道小明干了什么吗